今天中午吃什么呢 还有年菜准备要吃什么呢 曾经在七海玉所担任 玉厨的杨介彪 师傅他在进门揭秘了 两奖特色餐 将这菜的原汁原味都重现 老奖最爱的松子黄鱼 梅干扣肉上桌 让平民也可以享用到 元首级的美食 大伙快速翻炒 师傅卖力挥动锅铲 这道豆干炒酒黄 可是小奖一定要吃到的指定菜 五菜一趟上桌排成梅花形 70年代自强活动必备餐 走的是平民简朴路线 豆浆 芒芦 油条 还有烧饼 下锅高温油渣加入特调糖醋 口感特别的松子黄鱼 是老奖最喜欢的菜 逢年过节一定会上桌 浓郁酱汁入味梅干菜 加上特选五花肉 不止老奖爱吃 连游客也都爱不释手 里面有很多菜 在地方的小吃跟传统餐点里面吃不到 已经消失了 对对 然后又加上师傅特有的手法 跟整个入菜的方式不一样 梁酱特爱家乡江浙重口味 曾在七海域所待过的杨师傅 这次原封不动 重现梁酱时代特色菜 让平民也可以享受到果宴及美食 借了李中荣菜新银 金门采访报道